老师好像有 昨天有另外老师也一样 有发生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删除专案的时候 特别注意按右键有个删除 那我们很习惯的就直接怎么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它有一个删除磁碟上的专案内容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它会把原来的目录 放在工作区底下 那会造成什么 假设我这边没有删除 按确定 它已经从我这个工作区里面删除 但是呢 这我的工作区 因为我现在工作区 我要想要知道我工作区的话 我可以用切换工作区里面的其他 我的工作区 现在的工作区在这里 C点底下的Enjoy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目前的套件流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区里面 没有看到GDD01 但是在这个目录底下 其实GDD01还存在 因为我刚刚删除的时候 并没有把它打勾 它也不会把GDD01删除 那如果说我下一次要再贿赂那个 我们下一个专案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了 贿赂的时候 那这地方一样的动作 就浏览那个 我的Enjoy CTSF里面GDD01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这边会出现说 部分专案应工作区目录 而被隐藏 这边的话 他就没办法打勾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这个 我们工作区里面 已经有存在什么呢 GDD01 因为我刚刚删除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打勾 打勾起来 所以他没有删掉 那变成说 他贿赂的专案名称 跟这个目录名称一样 那他没有办法把它盖过去 所以要怎么去解决 很简单 就是说 我直接先变成要手动了 如果说将来 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直接就到那个 我们的C叠底下 我们的C叠底下 这个C叠的目录底下 然后呢 找到我们工作区 工作区里面 我是放在那个C叠的 各位要找一下 就是你工作区的位置 然后找到这个Enjoy 因为每一 大家的那个目录都不一样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多一个GDD01 那直接把它删除 就可以手动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呢 那他就不存在 在我工作区底下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再来做贿赂 这样应该就可以正常了 那实际上就是说 删除的话 尽量还是怎么样 直接把它删掉